第三屆臺灣棒球名人堂 今天進行投票 禁忌 特殊貢獻兩大類別 一共二十八人獲得提名 經過四十一位評委票選 需跨過四分之三門檻 獲得三十一票 才算當選 下午開票後 結果出爐 今年臺灣棒球名人堂 一共多了四位新成員 特殊貢獻類 只有前學生棒球聯盟會長廖敏雄 一人入選名人堂 而競技類一共有三位已故名教頭 獲得青睞 包含前華新中學 合庫總教練方水泉 教練生涯培養出郭元智 呂明次等好手 另外一九八四年洛杉磯奧運 率隊勇奪銅牌的總教練吳祥木 也在今年入堂 還有球迷非常熟悉的徐生銘總教練 獲得競技類第三高的三十一票 徐總生前曾經擔任六支職棒球隊的總教練 不但帶領魏全龍拿下三連棒 生涯累積史上最多的七百一十五勝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四位名人堂新成員 其他候選人 雖然沒能入選 但得票數都跨過三票門檻 未來還能繼續參選 今年有二十八位 扣掉四位 二十四位 其他二十四位 今年沒有險上的 未來都還保有候選的資格 台灣棒球名人堂協會 將會在明年六七月間 頒發這件名人堂新成員的當選證書 並且舉辦文物特展 讓球迷更認識這些對台灣棒球 有卓越貢獻的前輩 我還請問帳號報道